你覺得這次還原的程度 跟你本來想像的差別在哪裡 還原 你說還原18年那個展 對啊 就 你又這麼熟悉這個地方 三年前這麼熟悉 那三年後 又是他的 就是他的部分 又是 曾經被抽掉的一些東西 然後他又有一點新的感覺 我覺得他很像一個 像是一個星座的舊座 也是一個舊座的星座 就是說他剛好跨在這裡面 因為我本來一直要跟你對一種 說他有沒有一個對照著 可是如果他同時可以跨越那個邊界 同時都有存在這兩個性質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OK 對啊 我覺得還原的如何這些事情很難講 那 那 但我覺得這個展覽過程 的確不是我所熟悉的 那一種 創造 製造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過程中 有點 像是 我好像要 把那些 很感受性的東西 用一種 很邏輯的方式去 鋪層出來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找你 表在展覽的想法的時候 你一開始就跟我講說 你先看到這個構想 你會覺得創造的恐懼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沒有 它沒有全部落定之前 你的那個恐懼都還是會存在 我覺得說如果在這種 因為其實都還是在 創造一種 可能性的時候 其實每一次你再 就算是細微的變動 去調整 或者包括這一 這一座它要怎麼樣去處理的時候 比如包 這座是18年的時候 就是 應該是說 它 這個模型其實是 那時候因為要各展嘛 各展我就需要去 我習慣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實體的東西去 對應說 我要知道怎麼去 那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工具這樣 那當然到最後 它 它變成是 好像是 在這地方就變成是說 OK 那比方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都是 18年各展的 真實的 它最後的一個樣貌 那 然後 我那時候跟你談 創作的恐懼的時候 只是 那時候我本身對 藝術還有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其實 我發現很多人在對 創造 創作這件事情 的 其實我們講創造創作 這件事情 就是回應你的題目 就是我覺得 因為你這次找了 我覺得蠻多不同面向的人進來 那 我們在談創造創作的時候 可能就想到 我們是要做一個有心的東西 那其實 我那時候跟你談到那個恐懼的時候 其實是我那段時間跳 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是 比如說 懷孕生產 比方說一個關係的開啟 這都是一種創造創作 所以 人本身 就是他 我們的創作能力 創造能力 還有那個轉換能力的複雜程度 就是高於動 所以我會對那個東西是很有興趣的 對 那 嗯 所以 你說那個恐懼嗎 那個恐懼 其實如果 狹義的在講 我自己本身的創作的話 嗯 當然 因為又是同樣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那個時候做 在這裡 一切在這裡製造 從頭到 對對對 對 對 所以你知道就是 就是他 甚至連那個 那兩張你塗掉的筆跡 都是在這邊寫的嗎 是吧 哦 不確定 但是那個是同一 但是那就是那個時期的那個 對 就是說這些東西都是在這裡製造 然後 再清楚不過 可是再清楚不過說 你回來 你還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他同時 因為如此 所以他才有可能 出現他 你面對 這個 就是 就是 就是在線的同時 他其實就是一種 我覺得 我覺得一個地方的證據 就像說 你那一張 的那個位置 和這裡的關係 你重新去看 或者就是說 我看到你 沒有 沒有實現的手稿 所以我決定 把窗貼就是拿 拿掉一桌 讓他有 有這樣子回應的關係 我覺得剛好 剛好 Dino也 我覺得他的展示 其實 也適合有一個 自然光的位置 我覺得窗貼 我覺得剛好是做的 我同意那個 就是說 其實一開始 進來這個展場 之後窗戶是又被封起來 然後我那時候在 跟 馮馨在討論這個 展覽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轉捩點 就是要不要封窗 這件事 就是因為 後來決定不要封窗 所以決定 不要封窗之後 就是因為考慮到 作品的屬性 那想說 我們重新調整到 調整作品 然後 我那時候就 其實就在看那個窗戶 我就在想很多事情 然後後來決定 就是好 我要重新用一個方式 來討論這個東西 因為我一直覺得 二樓這個空間 是一個很特別 我其實常跟人家聊天 我說 二樓這個空間 其實最考驗藝術家的空間 我覺得一樓和地下室都還好 那 所以這次一上來 欸窗戶又被封了 然後 我就在想說 欸 嗯 不知道欸 就是 當然它被封起來 好像有種 就像你那時候 你講的就是它還原了一個 我那時候在一開始 其實是 整個空間 它就是一個 嗯 傳統的 呃 白盒子的狀態 它是 嗯 相當於藝術家 你可以不用去 太去挑戰 自然光這件事 因為自然光 對一些作品 是會 干擾的 然後 呃 後來我們討論決定 拆了一扇窗 就是像有一道 縫隙這樣 那 那它某個程度上 當然是有對應到 我之前提案的 裡面有一個 嗯 呃 我可以想要製造一個 人工的光 去模擬自然光的那個提案 但是我覺得 有一部分那個 開窗和不開窗 這件事情 其實 它本身就在 回溯在1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在 翻轉這個 整個作品的 邏輯的時候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對 其實你有講到手嘛 創造 然後包括它其實是 我覺得它都是在討論那種神性 其實包括開窗 其實是一種 就是它同時 它同時也象徵 自由和創造的 對 的一些 空間和可能性 嗯 嗯 然後我覺得 就像很多 拍 拍電影的導演 他們會 特別喜歡用創景 嗯 我覺得也 也都有這種 因為它不是 它不是 鏡頭那個鏡框 可以取代的 一個 所以這是 所以這是 那 那 那它 它從 本來我們 我們 我們把它展示在一個桌子 它又吊起來 嗯 你喜歡這樣改變嗎 我很喜歡啊 因為 我覺得一開始 我覺得這個 展覽裡面我 剛 其實我有提到就是 嗯 嗯 我不太習慣用文件式的方式去 我其實沒有嘗試過文件式的展覽 然後 嗯 而且這種文件的展覽是 它是又要回溯一個 我已經做過的作品 嗯 對 然後 所以一開始這個 模型其實是被安置在 離這個 嗯 空間比較近的地方 它某程度上 我會覺得 它是要被閱讀的 但是後來 就是 你提到說 可以 你建議說它可以扶起來 然後拉遠的時候 嗯 然後 它其實就不是閱讀 對 但我覺得也蠻好 就是說 其實它變成的是一個 這個空間的某一種 它本來就是這個空間嘛 嗯 然後 它現在又跟這個空間對話 它也可以跟我的東西對話 但它同時也跟 小眾的東西 小眾 也可以跟大偉的 對啊 就是說我也覺得 蠻好的是說 它變成是一個很 中性的 然後一個 好像是扣緊這整個展覽的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樣的狀態 就是 它變成的是一個 可以被 它反而可以被 更自在地被閱讀 它的感覺 嗯 它不一定一定是要去 完全的去賦予我這個文件 這個東西的一個證據這樣 對 對 而且其實我不會覺得真的 我真的不會覺得很文件 跟現在外面 哇 啊 看了就很累的東西 就是你這個 不會 不會讓人家覺得累的 就是說 甚至我覺得 你有意圖讓它是 一種不是被 被閱讀型的 即使是你處理 就是說 哪一種很行政宿務的 那些 我覺得它其實 就是要讓人家感受 它的物件本質 而不是上面寫了什麼字 膠帶上面簽了什麼樣子的規格 跟權利義務那一種 其實不是那些東西 嗯 我是蠻喜歡 但我自己覺得可以再更好 但我已經想不出來 我覺得有一種 OK 我已經不知道要怎麼做 但是我覺得 嗯 就的確它目前是還 我喜歡 但是 不知道就覺得 還是可以更好 但是 嗯 就這樣 其實有一張照片 它並不是屬於這一檔展覽 應該說它也不屬於18年 那個發光的人 有一個女生在海邊那個發光的那個 然後 包含上面頂端的那個 也不是屬於那一檔 18年的展覽的 完全屬於 就是說我有把一些東西 不同 那種實況的東西加進來 就是 對我來講 它有點像是 呃 我試圖要還原 你剛剛講的可能 不是那麼文件 就是說 它還是蠻 我還是蠻想要去還原一個 我在做整件事情 那時候的一個感覺 和感受 這樣 嗯 所以我還是把一些 我覺得對的感受性的東西 加進來 這樣 嗯 對啊 而且 你刻意把上那個 你拍攝的那個毛片是 在它的前面被看到 所以其實它 它其實也不是為了 不是為了服務這些文件 所以它本身雖然它好像就是一個整個 你說毛片嗎 對啊 毛片本來 雖然就最後生產的影像來講 它是一個文件 可是因為在這裡面它沒有相對的一個說 什麼樣是作品還是什麼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作品的 對 對 或者就是說 什麼樣的母帶 我們常常在講說 啊這個這個東西 然後要剪輯 要什麼 我們去修剪的這一切 可是被修掉的那些 其實 可能反而才是創作的某種精華 我覺得 對啊 其實我還蠻喜歡那個毛片 那個毛片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有給予一些想像空間 就是因為它 它 它是在拍這個空間 然後它又是紀錄那時候的這個 那個展覽的空間 然後我覺得有一種 時空的對比這樣 對 然後上面是 那時候的訪談嘛 下面都是空間這樣 所以你在看那個空間的時候 你在進這個展場 然後這個展場又 跟那個影像又有點不太一樣 嗯 那我覺得其實這種 影像中的空間 然後某一種曾經發生過的 然後又 又被呈現的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 其實它還是蠻貼近 我當時在思考 18年各展的時候的一個想法 對 以後還會想要做這樣的作品 你說18年的還是在這 不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說 重新 重新去 辯證 不是辯證啦 就是 思考那種 創作本質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你一直都在思考 你一直都還蠻思考 在思考創作本質 而且 而且 而且似乎其實 有越 因為我覺得你早期其實就有 只是早期你會透過 比較 比較 比較媒財性的 來 退回來想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你 你越來越去把 媒質 媒財去 把這個東西去掉去 去 就是說 我覺得你可以把 通常 他講物件就是物件 可是 心境和精神 精神上的關係 好像把它分成兩個 可是我覺得 你對 物質上的 一種精神感的 一種 投射和對照 其實向來就是非常強烈 是啊 就是你的微物其實就是微心 所以你的那個是合在一起 不是說他反過來 是 我覺得 可能蠻難 你如果說是拿自己的作品 再做二次辯證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難 因為 我覺得 因為我們前面討論過很多方案 文化學生的這個 我覺得現在在這邊出現也是好的 就是說 就是他的 他的某一種時空地點 然後他能夠去 再次被解釋 或再次被感受 但是 如果 我覺得我的作品 像你剛剛講到 唯物唯心這東西 我覺得 目前對我來講 有一個東西其實 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困擾 但是就是說 回到一開始講的還原 就是說 再次的展覽 比方說18年的展覽 他不可能再做一次了 就算我那麼喜歡那個概念 但是他不可能再做一次 他就是為了 他也不是為了什麼 就是 他就是在那個時空地點 出現的 那這個文件 好 在這些東西 現在在這地方再現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合理的 是因為 就是因為 那個時空 這個時空地點 它是成為了那個展覽的本身 那這個時空 這個地點現在 還是依然存在 那我在這個地點 再去做這一件 把那件事情再重新講一次 我覺得OK 嗯 可是其他的作品 如果沒有依附在這樣子的 條件下面 我覺得要再去討論它 我覺得對我來講會 對 真的 有一點奇怪 對 所以就機緣差不多啦 如果隔太久其實 對於這件事情的那個 可能也會有距離了 不過我比較好奇 你那時候開始會想要找我 你嗎 你嗎 沒有啊 因為覺得 我就覺得說這種 這種很創作本質論的 其實總理應該 就是從以前認識你大概 然後看你的一些作品 我覺得 就覺得你平常就在 就很常在思考這樣的事情 其實不是 不是需要說 讓你特地去想出這件事 不是去刻意去那種 所以我覺得說 我就想做一種 策展 不是說 要 要針對某種題字 我覺得說 用一種很 很作者論的角度來看的一種 展覽 因為現在 現在 大家流行百科全書式的策展 就是這種 戲譜學的 或者好像要一種 依附某種虛勢 特別的現象 還是什麼 但是那個都是變成 要為了一個題目去支援起說 那如果與其這樣我覺得 這個我還寧願讓這些事情 是變成 藝術家作品的某種 重新再詮釋的更大的自由度 好